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出租人的 好,那我們說出租人他怎麼樣判斷 他是營業助力還是一個資本助力 好,那基本上來看出租人裡面呢 禪租人講的四個條件裡面 對於出租人來講也是一樣 其中任何一個條件符合 然後再加上兩個條件 第一個,也就是說出租人呢 能夠知道,就是說 他能夠很確定的知道 他大概這個應收租賃款 也沒有重大不確定性因素 也就是說,應收租賃款是可以收得到的 沒有重大的不確定因素存在 第一個,就是說出租人是不是要收錢 他能夠有這個確定 某個程度來講說他可以確定 他可以收得到錢 你有重大不確定性因素 第二個,他要把東西租給人家 他必須付的履約成本 或者是他要盡的利物是可以什麼? 很明確的 就是說他很清楚 他大概也有多少的一個支出會發生 所以加這兩個條件符合 然後再加上四個 好,這兩個是出租人才有的條件 然後再加上成租人以四個條件 當中任務的條件符合 對於出租人來講,他就是一個資本租令 好,所以出租人的資本租令的判定判斷 跟成租人一樣 只是他比成租人要多了兩個條件進來 一個就是他收到錢沒有不確定性因素 第二個,他必須,他有這個收入他一定要什麼? 相對的成本支出嘛 這些成本的發生,他也可以評估得出來 他就是一個什麼? 他就是一個資本租令 好,那我分貴於出租人來講 他這個資本租令又可以分成兩種 好,剛剛講說就成租人來講 他只有一個什麼? 他的資本租令就是融資租令 但是對於出租人來講,他的資本租令可能會有兩種情形 就是兩種的可能 不是A就是B,一種叫做直接融資 也就是說,直接融資的意思是說 那個出租人租給他租令資產的公允價值等於 他只有這個資產的成本 也就是說,這個洞箱買來 買來以後就租給人家 就有點像上次我們講中租笛合一樣 你需要這個資產對不對? 好,你告訴我 然後我就幫你買了 買了以後,這個資產是我的 但是我租給你 好,那我的租金 好,就是中租笛合他要求的報酬去算出來 好,就是根據他的公允價值 那根據那個中租笛合他要求對這個公司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真信調查 然後他決定要給他的一個隱含利率是多少 每家公司的隱含利率不一樣 因為他一定會根據每家公司的財務狀況 或者是風險程度來去這個射算他給他的一個隱含利率 所以相同的資產 對A公司對B公司他的利率不會一樣 好,那所以這個對於中租笛合 他就一個非常典型 非常典型的一個直接融資 他出現純粹是你需要我幫你買的 買了以後我就租給你 然後你就是什麼? 分期付租金給我 好,那租金怎麼算? 我就說了 那中租笛合會根據這個陳租人的財務狀況 風險程度來射算他要求的隱含利率 好,那這種叫做直接融資 就我買了以後直接租給你 那就是等於是我借錢給你去買這個東西 意思是一樣,類似 好,另外一種呢 如果出租人只有這個資產 不等於 好,不等於他這個租賃資產 在租賃開始日的公允價值 不等於 好,那他就有點像什麼? 銷售型租賃 意思是什麼? 有點像出租人他是一個製造商 在生產了機器之後 他本來要賣的 他生產的成本 對他的賣價會不會一樣? 當然不會一樣 要不然他幹嘛要這麼麻煩 好,所以他的賣價 一定不會等於他的製造成本 但是他在射算他的隱含利率的時候 是依他的賣價去算他的這個租賃合約的 所以他的賣價跟成本中間就有點像消貨毛利的概念 好,所以我們就是如果他是一個 那個出租人來講他是一個資本租賃 那他有可能是兩種情形 一種叫做直接融資 一種叫做銷售型租賃 對,直接融資型租賃跟銷售型租賃 那所以你從剛剛我的敘述裡面 你應該可以了解 這兩種不同的租賃形態 對於出租人來講 他有什麼樣的不同的地方 如果直接融資型租賃 就出租人來講 他就是會收到的是利息收入 等於他把錢借給成租人一樣 所以他會收到的叫做利息收入 好,我們剛剛我們之前講 如果是資本租賃就出租人 他發生的叫做利息費用 好,那如果是直接 如果是銷售型租賃的話 對於出租人來講 他不但有利息收入 他還有銷貨毛利 因爲什麼? 他的賣價 他的賣價跟他製造成本不一樣 你把他想的買賣業 所以他的銷貨成本不等於銷貨收入 中間插了一個什麼? 銷貨毛利 所以銷售型租賃 對於出租人來講 他的獲利會有兩個來源 一個就是銷貨毛利 一個銷售型嘛 好,一個就是利息收入 好,所以對於出租人來講 他比較複雜一點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看一下勢利史 好,410頁 好,差一年的1月1號 好,輕利公司以融資 好,租賃方式來將成本25萬 相當於公平價值也是25萬 新購入的機器租給成名公司 所以剛剛我們勢利6講的是 就是成租人,是不是就換過來講出租人 他的例子幾乎是一樣的 然後租期一樣5年 租金每一年支付、年初支付 然後這個租約季期滿 那個成名公司有優惠成購權 價格就是2萬 那增額監管利率10% 銀貨利率是12% 我們剛也講過銀貨利率就是 就是用12%去算他的25萬就是25萬的成本 就是他的公平價值也這種法 跟這12%去算 我們剛已經 施利6已經做過了 那一樣他的裏約成本有5000 好,那我先決定 好,新利公司的運收取的租金 每一期要收租金的金額 好,又想呢 類似什麼 這有點像我們要用什麼失誤差譜法 類似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算一下 那其實我們其實跟施利6一樣 好 我們等於意思是什麼呢 我現在每一期要收的租金是多少 是 好 那我要收幾次 因為期出 所以加4期 然後隱含利率是12% 他的隱含利率是12% 好,加上2萬 去乘上 因為他的成功價格 好 5期12% 又要等於信任的25萬 好,所以我們知道施利6 我只是說假設沒有施利6這個例子 他只告訴你這樣子 那你要去算出來 你這個每一期要收到的租金是多少 就是59,111 那你要收到的現金是多少 加上他的什麼 他的履約成本 所以他要收到64,111 但是這個是不是租金的一部分 好,因為他收到租金64,111 有5000塊 對於出租人來講他是貨戶財神 因為他要什麼?付出去的 所以他真的屬於租金的租金只有59,111 好,只是用這個公式去算出來就好了 好,那我們其實在施利6已經做過了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分錄怎麼寫 好,我們做完這個分錄 做完這個記錄了 我們的分錄怎麼寫 好,我們收到的租金要把5000塊扣掉 因為我們做過了 他真的租金收就59,111 好,那59,111乘上5期 乘上5期 好,應收住令款是毛額 就是說不用折現 好,我是借應收住令款 因為59,111乘上5期 我要收5年 所以295,555 那我現在要把我的資產 好,就是說你會收到這個金額 為什麼會怎麼? 因為我買進來的時候 請你記得 當我買進來這個資產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準備要租給人家的 所以我不會叫做機器設備 因為不是我自己要用 所以我買進來的時候 我就叫出租資產 那聽懂嗎? 就是說 心理公司買這個資產進來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準備 這個東西不是我要用的 是我要租給人家 所以我買進來的時候 我就叫借出租資產 因為我們先判斷 他是一個資本租運的時候 對銷售出租人來講 他是一個融資助力 他就把這個出租資產 叫什麼? 轉出去 那我買進來是25萬 中間有45555 就是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好,這是我們剛剛算出來的 你每一次要付租金 扣掉你的所謂的履約成本 真正屬於有租金的就是 59,111 所以我應收租賃款是這個金額 好,然後我的出租資產就25萬 超過的 我就是未實現利息收入 那麼未實現利息收入 當你在編資產負債表的時候 他就放在應收租賃款的底下 他就是一個應收租賃款的減項 所以差一年的1月1號 這應收租賃款的限時是多少? 就25萬 好,但是因為他期出負款 就同時 如果他是期出負款 我先寫這樣 那因為他是期出負款 所以我馬上就收到什麼? 現金 我要寫59,111也可以 好,那我這邊就 把這個金額扣掉 59,111 因為我就馬上收到了 所以我是236,444 好,因為我馬上就收到這個金額 那當然你說不是耶 他明明收到 現在他給我的信金是624,000嗎? 好,如果你要把這個信金全部寄進來 可以 好,我收到的信金是641,111 我這邊有個5000是什麼? 應付費用 我還沒有付 只不過我還沒有付 但我的什麼 什麼什麼 譬如說他是什麼稅來的時候 我就借應付費用貸現金就付掉 好,如果你這邊要寫641,111 那你這邊就把你先收到的5000塊的 還沒有付的履約成本 好,那我說我是叫做應付費用 好,然後我當我收到了要付的時候 我就把應付費用充掉就這樣 好,就是如果我們施定10計算完了之後 我怎麼去寫分入 好,所以你一開始要寫 我的現金收到591,111也可以 你這邊就不用承認應付費用 但是你也可以想說 那這樣也不對 因為我明明收到了641,111 好,其實更標準應該是這樣子寫 因為我事實上我就收到這麼多的金額 好,那你寫這麼多金額 你這邊要承認應付費用 所以我一個就寫進來 就告訴你原來是這樣 好,另外起初付款 付了591,111 所以應收住令可能都減少 可是事實上我收到不是591,111 而是收到641,111 好,5000塊就是我的兵戶費用 就這樣 好,其實在我後面應該有寫類似的 應該有寫到他的本領 就在412頁 412頁是一樣的 對不起,我剛剛漏掉了 因為他有優惠認購價格 對不起,我漏掉了 有2萬塊 我的應收住令款 是我每期收到的租金 對不起,是我的錯 591,111 加上乘上5期 加上他的優惠認購價格2萬 這個你就不用去折現 因為這個題目裡頭 他有優惠認購價格 或者是他有保證產值 就一樣要加上率 所以我這邊少加了2萬 所以這邊是256 好,是我的錯 所以未實現利息收入是6萬5千 好,這跟412頁也一樣 這是我剛剛寫錯了 我忘記了 他有優惠認購價格 他如果不是優惠認購價格 他是保證產值一樣 如果有優惠保證產值 後面有一個例子 好,我們不要一下講那麼多 施力十一就到這裡 施力十一就寫成分錄 就這樣 好 好,這個我剛剛把優惠認購價格 或者是他不是優惠認購價格 他是保證產值都一樣 好,你的印收租金款就2萬 好,那我的印收租金款 攤銷表其實跟406頁吧 就是成租人的攤銷表 長得完全一樣 因為我每一次就是未實現利息就會減少 因為我剛剛講了 未實現利息收就是在這個印收租認購的底下 是一個減項 所以印收租認購的真正的帳面價值 是跟應付租認購的帳面價值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他的攤銷表就可以用406頁的 成租人的攤銷表 一樣,只是他是付現金也是收現金 他是利息費用也是什麼 利息收入 然後應付租認購的退銷也是未實現利息收入的攤銷 就這樣而已 看不看懂嗎 也就是說第一期 我們用那個400年 我記得應該是400年6月吧 好 假設差 就是差一年的1月1號 好 差一年的12月31號 就成租人新利公司出租人來講 他就承認的是未實現利息收入 轉為利息收入 他的攤銷表就跟我們的成租人是完全一樣 然後轉為利息收入 好 金額應該跟前面一樣406月了 好 5911 對不對 利息是22907 他的利息收入22907 好 然後他任年的1月1號 他又收到現金 好 假設我跟前面一樣 我收到現金是64111 然後我的應收付利盤 抽掉是59111 另外5000的就是我的應付費用 差異年底 我根據我的256444 256444 減掉6555 就是我第一期的 那個應收金額的帳面金額 乘上12% 所以我承認的利息收入是22907 好 抽掉就是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那下一個年度 一開始 你問他起書收到64111 那有59000是我的應收金額收限 另外是我的履業成本的費用 當時我收到了 譬如說因為假設這個機器是有帳單的 假設有什麼稅 這是最捐的 想喝汽車好了 還有燃料稅、海灶稅 這些稅 因為所有的權是誰 是新利公司最捐 這個是地方稅 追加金額住 已經會把這個稅單寄給新利公司 那新利公司收到這個決斷以後就講解 所以它是Infail 好 大家看得懂嗎? 好 因為他把出租資產已經充掉了 所以他不用承認責救費用 他不用承認責救費用 大家看得懂嗎? 好 最後 X5年底 X5年底 他就這樣說 到X5年底他承認了 立即收入之後 這未實現立即收入就充掉了 就領了 所以在X5年底 承認立即收入之後 所以假設X5年底 他還的時候 這個租金資產 跟你還用會被勾取 好 所以最後 在X5年底承認了立即收入之後 除了立即是 除了他有未實現立即收入 轉為立即收入之外 好 他也一定要有這個分別 最後他還有了什麼? 好 應收助立款的 2萬塊 好 所以最後他會收到現金 因為他還是優惠任責價格 所以他會收到現金 2萬 但應收助立款 所以應收助立款就全部充滿了 所以最後我收到這2萬的時候 我是充滿一收助立款2萬 全部充滿 因為你可以知道 我們第一收助立款 有一些承認的收入是這個金額 加上優惠任責價格 或者是保證產值也是一樣 可以看到嗎? 好 這是勢力11 好 到勢力12 好 勢力12 我是不是全部 假設他都剛好收回來的話 那我最後是不是有承認立即收入 然後我收到 他是假設說 他的他是勢力12 然後他就講說 他是保證產值2萬 好 保證產值2萬 但是到時候他只有1萬的公民價值 所以那個承租也就要等1萬塊的現金 所以最後假設他是勢力 勢力9 他如果是優惠任責價格 最後他就是付掉2萬 聽說就能是衝掉了 他如果不就有優惠任責價格 而是什麼? 他有保證產值 而這個保證產值 到了期末 到了差5年的時候 他的公民價值只有1萬 好 對於這個出租人而言 他會收到的是 如果是出租人而言 我的勢力121還是2萬 他就說保證產值2萬 房子我一公差掉了 好2萬 然後因為我的公民價值就有什麼? 出租資產 只有1萬塊的價值 所以我怎麼成1萬塊啊? 好 因為他的公民價值只有1萬 所以我會收到一些幾多? 就結束了 這樣看懂嗎? 好 因為我收回來的時候 這個資產就1萬的價值 公民價值只有1萬 我就成了1萬 然後成主委要補我 1萬塊 所以我收到1萬 然後我衝到應收住1萬 因為最後我的應收住1萬 都剩下2萬 這樣看懂嗎? 好 這是施例13 施例13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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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只保證產值 收回來之後 公民價值就1萬 那施例13是有2萬的優惠 又或價格 雖然是借現金做的 今天寫的 借現金2萬 大概1萬 朱令環等外 這4萬 一起撕裂的 施例13的例子 就是前面的例子 一直想他後 他一直到後面怎麼處理而已 這樣看懂嗎? 所以跟施例6 一直衍生出來 施例6先講 陳朱仁 那施例7 施例8 之後去的處理 以及到到朱約期滿 他後面怎麼做 那施例10 11 12 就是講 朱朱仁的 婚姬處理 這個例子可以 相同的數字 兩邊都可以這樣寫 是因為 這個陳朱仁保證2萬 然後朱朱仁也認為這個資產 他就保證成這2萬就夠了 就夠了 好 那如果 好 那個 我們先講 施例14 如果是銷售型 如果是銷售型的儲利 好 如果是銷售型的儲利 假設是施例12 跟施例12一樣 好 就是施例12是什麼 好 就是他的成本是25萬 他買進來機器也是25萬 好 然後每集收到租金 然後呢 估計才是2萬有保證 好 然後隱含率是12% 好 看一下 施例14 因為施例14 又連距施例12 指是什麼 只是他的機器呢 他是什麼 銷售型沒有保證產值 是銷售型沒有保證產值而已 所以機器用付力的融資方式付給他 然後呢 他的產值 伏計產值是2萬 有一個產品公司 成名公司 好 重點來了 但是呢 新秘公司買進來的機器成本就25萬 到時候買進來收20萬 然後現在呢 他租的時候 公典價值是25萬 意思是這樣 好 所以呢 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 等於是說 他的成本跟他的限值中間有差異 他就有什麼 他就有銷售的行為存在 所以他買進來的時候 他是把他當作商品 好 比如說 我先把他買進來是當作商品 然後我把他賣 租出去的時候 把他當作什麼 他就把商品賣掉 所以從存貨轉為銷貨成本 好 施例14 就是這個意思 其他財幣都一樣 一樣 每一期付6萬4千111 然後呢 一樣他有這個財值2萬 然後一樣呢 他有5千塊的裏約成本 好 所以 當他做這樣的交易分路的時候 他前面都還很一樣 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分路建立收出領款 待會一直建立即收入 但銷貨收入 好 因為他買進來的時候 他是借存貨 這樣看懂嗎 可惡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我買進來的 或者是我持有他的成本就20萬 但是我在轉出去的時候 這時候就25萬的價值 所以20萬的成本 這20萬中間 我有5萬塊的銷貨毛利 好 所以他的分路不一樣的地方是 當我轉出去的時候 這個地方他不叫做出租資產 他叫做銷貨收入 因為他有銷貨收入 他就會有銷貨成本 所以接下來他就知道 把收貨轉為銷貨成本 但銷貨成本已經告訴你了 我從貨買進來的金額是20萬 所以我從貨帶的就20萬 轉銷貨成本就20萬 就這樣子 好 這是勢力14講的 好 所以他先講一個很簡單的 在看懂嗎 也就是說我持有的成本 跟我租出去那時候的價值 兩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時候的公允價值是25萬 這25萬他其實題目上面 直接告訴你 可是他已經告訴你 說我每期收到的租金是多少 然後租金裡面 那些銷貨有5千是我的什麼 比例成本 然後另外我的銀行利率是12% 然後到期5年之後 這個租金公司 這個全租人的保證才值2萬 所以你一定要去算出來 你的這個租租開始日的 租金資產的公允價值就是25萬 所以哪一種他現銷價格20萬 我的成本就20萬 所以中間有5萬塊的銷貨成本 對不對 5萬塊的銷貨毛利 好 但是我的分額怎麼寫 只差在這個地方 這樣探懂嗎? 所以這種叫做銷售型租金 就是持有成本 跟我的租金 我的租金的價值 公允價值 兩個中間是有差的 那我們叫做銷售型租金 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問聽懂嗎? 因為我剛剛看你跟搖頭 我想要聊的是什麼意思 可以問一下 好 這是因為他有保證才值喔 好 施利時事這樣 跟施利時的完全一樣 有保證才值一點的話 只是成本他只有成本就20萬 就這樣而已 這樣的話看 如果他沒有他的保證殘值 不足以cover所有原來出租人 在認為租期借滿這個資產 應該要有的供給價值 那就表示他有一部分是未保證殘值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你可以看一下 415頁 他說如果有未保證殘值 一樣是銷售型租金 但是他有未保證殘值 在415頁就講了 如果出租資產有未保證殘值 但意思是什麼? 這個資產的留意 部分的風險跟報酬 沒有完全遺反給成租人 好 所以呢 避免銷獲入跟銷獲成本的高估 所以銷獲收入金額 應該以出租資產的供給價值 或者是出租人並收最低租利 給付按市場利益責限值 兩個分比較低的來決定 好 他的銷獲收入 那銷獲成本呢 一樣要把他的成本 減掉未保證殘值的部分 才是把他存貨轉為銷獲成本部分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好 勢利十五 跟勢利十四完全一樣 只差在哪裡? 沒有保證 好 他估計殘值沒有經過成名公司 或有第三者來保證 所以沒有2萬塊的 也就是說 欣利哥是認為他的殘值 租金屆滿的時候 他的殘值還有2萬 但是這個2萬 成租人沒有保證 這2萬 成租人沒有保證 好 那我的應收租領款一樣 好 一樣我承認 這個完全一樣 因為跟書前面一樣 我的應收租領款一樣是 我的租金 看幾期 然後加上我的未保證殘值 如果有保證殘值也加 如果還有未保證殘值也加上去 就是我的應收租領款的毛額 好 那因為這個例子 我們說了 他一定是什麼 它是一個 那個銷售型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的書應收租領款一樣是 因為他也是期出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的應收租領款 然後因為一開始 我也收到這個現金 所以我先把條件都一樣 先寫上去 所以是二、五、六、四、四、四 然後我收到現金 一開始的分度寫的都一樣 好 然後我的銷貨收入 這邊不太一樣 然後我有未實現利息收入 然後我先把應付費用寫進來 這個時候我建議妳就把它寫在一起 我把銷貨成本 我的存貨 好 那我這邊先寫下我的應付費用有五千 因為我這邊寫六、四、一、一 如果寫五、九、一、一 就這個是不用承認的 但是因為我寫的是六、四、一、一 所以我先把這邊寫上來 好 我的利益未實現利息收入 好 那我的銷貨收入 我的存貨 像我在講 我的存貨 我賣掉 我轉出去的存貨的金額是 二十萬 我轉出去是這樣子 但是呢 我的銷貨成本 是 我的銷貨成本二十萬 反而我二十萬轉為銷貨成本 對不對 存貨買進來 轉二十萬為銷貨成本 但是我現在有 兩萬塊的未保證殘值 那兩萬塊的未保證殘值 就表示妳沒有賣掉一樣 所以妳就不能轉為銷貨成本 所以我的銷貨成本是什麼 是兩萬去乘上 好 補期利率百分之十二的折限值 五年之二的兩萬 值現在多少 乘上 我們現在是 銀函利率是百分之十二嘛 看一下 銀函利率是市場 市場利率是百分之十二 好 白金獎市場利率是百分之十二 所以五、六、七、四、二、七 所以是一、一、三、四、九 所以我的銷貨成本是二十萬去減掉 沒有賣沒有轉出去的 所以我的銷貨成本是一、八、八、六、五、一 好 那我的銷貨成本 前面已經講了 我的銷貨收入是根據什麼 是根據 好 我的銷貨成本是根據 出租資產的公民價值 或者是收到 應收租利率 買按市場利率去折限兩則比較低的 那出租資產的公民價值是二十五萬 那應收租利率 最低租金僅付按市場利率 就是百分之十二去算 最低租金 就是我的租金的金額是五、九、一、一、一 去乘上 一加上百分之十二的 四起 百分之十二是 三點 3,4年 4.307 39 4,4AS 所以我算出來的是二十三萬八千六百五十二 以後四塞五入 所以23685 課本上面是沒有給他425度 課本上面其實寫238651 我這邊算是 就是59111乘上1加上 年金限值四期12%的限值 算出來是238651 跟資產的公平價值 資產公平價值是25萬 維持不變 所以我是這兩個選 他比較低為我的銷貨收入 所以是238 最後讓這個平衡 就產生我的利息收入 所以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就一樣是651 655 要看懂嗎 值差在哪裡 因為你有胃保證殘值 他已經告訴你說 胃保證殘值的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出租人沒有把這個資產的風險 全部移轉給成租人 所以他就會有什麼 他的銷貨收入跟銷貨成本 承認的金額不一樣 也因此他的銷貨收入 他的存貨 他的存貨跟承認的銷貨成本不一樣 他存貨充掉是20萬 但是轉為銷貨成本的資有多少 188651 這中間就是差了未保證殘值的折限值 然後他的銷貨收入 剛講的就是我的出租資產的公平價值 跟我的最低租金給付現值的折限值 選他比較低的 那其實某個程度來講 你也可以把這些金額都列上去 之後最後就是你承認的時候收入 也是一樣的 好 這個是如果你有未保證殘值的情況之下 那你的分路就不屑 好 那一樣我的應收儲利款也要分成流動跟非流動 下個年度會收到的就是流動 好 當然你的應收儲利款 後面跟著未實現利息收入也要跟著跑 你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是跟著你的應收儲利款 所以你的應收儲利款的底下 流動跟非流動都有跟著 這個未實現利息收入 好 這樣看懂了嗎 好 聽起來好像有點複雜對不對 好 沒有關係 我們先找一個例子給大家做一下 好 好 看一下444頁的第10題 我們看一下444頁的第10題 這個是一個銷售型的租 他說台中公司差6免一號用20萬買入機器一部 然後將這個簽約 將這個機器租給高雄公司 租約如下 租期4年不可撤銷 每年等於租金收租金等於年底支付 好 是年底支付 他他是期初就簽了這個合約 就開始出租了 但是租金是在年底才收 然後呢 差6年的年初呢 只有機器的供免價值是60萬5444 讓明月4年沒有殘值 租期戒滿機器就移轉給成租人 好 然後利率是12% 隱含利率是10% 就是為成租人所知道的 然後每年的租約成本是20萬 為機器的保險 好 第一個問你 這個租約每年公司收取的租金的金額為多少 這個例子很簡單 因為他也沒有保證產值的問題 也沒有未保證產值的問題 也沒有優惠認公價格的問題 所以他是租期戒滿之後 他就什麼 無條件移轉給成租人 好 然後呢 他的租金開始日的供免價值 租利資產的供免價值是60萬5444 然後告訴你呢 他是租四期年底付款 年底收錢 好 因為現在是出租人 所以是年底收錢 他的隱含利率10% 所以你去算 他每一期要收到的金額是19萬1千 就這樣而已 好 本來是190999.945入19萬1千 好 我不知道後面答案也不一樣 你可以幫我 平常都我改你們考訓 你現在改我 看我寫的對不對 因為我不知道後面的是什麼 好 題目我都是隨機的 看到想做哪一題 不是做哪一題 說我沒有事先做過 所以你靜可以去找找查 看我跟哪裡錯 好 所以我算算這個金額是這樣 其實我要是沒有把握 我可以做貪銷表 我貪銷表做完 如果最後能夠貪銷的結果 是我當時候預期的 因為他是什麼 沒有保證財子 所以最後我的英修助領環就是0 就沒事了 就對了 是沒事就對了 好 那假設我是這個數字好了 好 因為這個數字還蠻漂亮的 好 所以通常我在一個預期 還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再看一下我的最低租金的 那個金額就191200 好 不對191200是我每期收到的限 然後我剛剛已經算過了 這個就是我的限值 所以我承認的消貨收入 當我有未保證財子 不過這地址沒有 因為他們沒有未保證財子 所以他就很簡單了 好 這完全不是我希望找到的一個比較挑戰性的題目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191111 我要乘幾次 因為我要收到4次 所以是764000 相貨成本 因為他沒有未保證財子 所以我原來的成本是多少 60萬 只有60萬 好 因為我寫在一起也沒有關係 好 借消貨成本呆存貨 好 那我的消貨收入 就是我的什麼 現金的 就是我的限值 605444 所以這兩個中間的差 就是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是158556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分路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分路 就這樣而已 這是 其初 是不是說 X601 好 這個例子要我們做什麼 X6年度 所以其初它要包括其末 好 其末 好 我其末呢 X6年的12月31號 第一個我會收到現金 好 我收到了現金的其實應該是193000 好 然後我也運收租賃款 191000 那有2000是什麼 它已經告訴我 你的紐約成本是2000 這2000是什麼 保險費 那我付的時候 我是借保險費貸現金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我付的這個保險費不是我的保險費 所以我充掉貸 代計保險費 這我是假設 我這個保險是在年度當中就付了 那我付的時候 我是借保險費 但預貸這個現金 那這個2000塊是從 要從我的租金裡頭扣的 所以我收到的錢會193000 然後2000是我前面已經先付的保險費 充掉 最後損益表裡頭 這個保險費就不是出租人的 損益表上面的保險費 好 然後另外我要把未實現利息收入 充掉 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是多少呢 因為一開始等於我借給他的 我借給陳租人的就是這個金額 所以25444的百分 因為我的什麼有效 0994百分之10 所以這個金額乘上10% 所以是60544 在利息收入 如果你有時間 你會覺得不知道 所以寫的都不會 寫的都不會 Don't worry Be happy 貪消表作一下 好 我的日期 我所承認的利息收入 我所承認的利息收入 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還是不應該比較好 好 還是寫一下 我的淨投資會比較好 是因為我在算我的利息收入的時候 會比較好 好的 我的淨投資就 印收貪圖是減掉未貪消的 未貪消的 好 未實現利息收入 是不是未貪消的 好 一開始 我現在先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對不對 你有時間 反正我給你的時間也很聰明 你可以自我檢查 我現在的未實現利息收入是 158556 印收貪圖是76萬4千 淨投資是這個減掉這個 所以是605444 好 第一期 插6年的12月31號 插7年12月31號 插8年12月31號 插9年12月31號 等我收到錢之後 我的淨投資剛好就是等了 為0 好 那我們看一下我第一期收到的利息收入 我是不是承認60544 好 然後我的運收助理款 第一期收到了191,764 減掉191 所以是573 那我未貪銷的金額 158556 減掉5044 605444 60544 所以是98012 好 那我說我淨投資要留著什麼原因 是因為我後面要計算下一個年度的比較好穿 所以是605457 474 998 然後下一次 第二名我承認的利息收入 就這個金額 47479 47499 這個的10% 因為我的利息收入是10% 因為我的責任率 責任率是10% 好 然後呢 我算完之後 是9802 減掉 47499 所以是50513 所以是50513 好 然後我的鏡頭是50513 所以是331487 再來第三年 33149 好 好 所以50513 17364 好 582 我剩下49萬一千 所以我的 投資金額 173636 好 最後一年 這個的10% 就17364 0 負完 0 好 我做完這裡 我應該覺得 我一定沒有寫錯 因為我說了 看一下完最後 最後一年 我是9萬一千負完了 所以我的鏡頭是金額是0 這個是我自己寫的 這個多寫的 後面的答案應該只有照這裡而已 差六年初 差六年底 應該就這兩個分鐘 然後有一個金額 好 第一個答案 每年你要付出的金額是19萬3千 然後你住你19萬1千是租金2千 你的履約成本 好 先休息一下 有問題的 來問一下